各位大耳達電視台的現場 那麼來欣賞這場比賽是歐亞明星桌球對抗賽 接下來準備進入到第二點 第二場比賽的對決 是由身穿藍色球衣的來自南韓的選手朱世鶴 來碰到是克羅萊夏的選手Gasina 剛才第一點的對決過程當中 俄羅斯的18眼 他最後是以3比1的局數 拿下了歐洲聯隊的第一勝 對 開了一個紅盤 對於這個氣勢上來說 歐洲聯隊可能會不錯 接下來這一點 其實兩個人的試技排名相差不遠 但是這個朱世鶴在大賽當中 以及經驗上面 是來得比賈希娜來更為完整 以及老練 大家可以來觀察一下 賈希娜在這一場球 在整個正手拉的旋轉的判斷上面 是不是有什麼變化 那來看到賈希娜她是在奧運的時候 排在大會的第15種子 不過最後是在第三輪以2比4 來輸給了英國對手 那朱世鶴在奧運的比賽當中 她則是只有參加男子團體的對決 在單打的部分則是讓給了後面 另外兩位比較年輕的小將 對 等於是兩位讓新秀 陣容時還有這個李尚書 讓更有機會來參加這個大賽的氣氛 因為畢竟朱世鶴也是打過好幾屆的 這個奧運的單打 是 所以在想著為了這個韓國隊的世代交替 把這個單打的席次 也是讓給年輕球員 就從球兵所提到呢 其中一位年輕小將陣容只在方向馬龍的時候 他是打得非常出色非常強顏 那甚至在那場對決當中呢 雙方是不斷來使用一些手法拐氣 比如說是就是去換球衣啊 打到一半人突然不見這樣 韓國隊果然還是依照他們這個傳統 總是有一些這個小技巧在裡面 那來提到朱世鶴他在奧運男子團體的比賽當中 呃 表現也沒有說特別理想 因為在準決賽的時候 男還是碰上中國隊 結果呢被0比3直接掃地出門 那朱世鶴那一點呢則是碰到馬龍 狀況非常好的馬龍 那0比3他輸掉 對 因為在這個狀態上面 誰要擋住馬龍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在本家奧運呢龍哥是非常可怕 對 那另外在後面的銅牌賽當中呢 南韓又是輸給了德國 那朱世鶴在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也是2點都輸掉 嗯 可惜了 那朱世鶴是1980年出生 今年36歲 好球 這球Gasina 拉球的質量喔 可以從他的身材上面就知道這個擊球的質量其實相當的重 而且跟這個銷球型的選手來打呢 打起來是非常非常疲累 嗯 那像在這次當中呢 呂丹的比賽中華隊的正宜盡就是 哇非常的不簡單 他是有連續碰到兩位銷球的選手 對 但是都過關 連過兩關喔 過完這兩關 手應該也是相當的疲勞喔 在面對更後面的比賽其實是相當的辛苦喔 因為這個乳酸的堆積的程度 其實是一般的我們觀眾不太好想像喔 因為那個一打完有時候整個手是抬不起來的 這個球平應該是有些經驗的 對 而且跟蕭球選手打喔 除了體力喔 你的意志力也相當重要 有時候打到第六局 第七局喔 整個在意識上面喔 其實會陷入了這個蕭球選手的節奏 是 那你怎麼樣在那個疲勞的過程當中 還能夠保有自己的節奏 這個是相當的困難喔 就是你在對決過程當中 你的節奏會 對 跑到對手那一邊 不斷的被蕭球的選手帶著走 這樣子 所以 要怎麼樣把自己的節奏再拉回來 那更清晰的去掌握 對手所蕭的旋轉 這個都蠻難的喔 哇 結果這一球呢是 防守之後來做一個反擊 那現在這樣的這個 手中代攻的情況是越來越多了 對 我注視後啟動的蠻快的喔 所以比分呢現在變成了5比2 我注視後呢也想要在這一點比賽 把這個勝負給 嘗試翻平 在剛才第一點呢 這個香港的選手黃正廷 他最後是輸掉 6比2 加轉 直接越拉越轉 可以從 這個後面上球喔 這個球體旋轉來看喔 其實已經看不出這個轉速喔 那在待會兒的第三點呢 那在待會兒的第三點呢 將會是交給這來自中國的樊正東 好球 所以真的 這個注視後非常會防守 對 8比2 他現在把比分的徐大福拉開 第一局 注視後有手有攻喔 這球想要拍一板喔 畢竟這個時候還有6分在手的領先 哇 這一球這一拍會不會打太high了一點 嗯 我有本錢啊 沒有關係 加轉 哇 這個球 可以看到這個Gasina的擊球質量喔 拉出來了 比較少見可以做出這樣的突破 嗯 現在把比分的追上來 所以就算這個差距太多 也不要 太早斷定這場比賽 對 我們從剛剛上一場比賽 其實就有個這個 前車之劍喔 是 應該是我被打臉 因為你預測比較閃準一點 沒錯 嗯 假轉 假轉 這個球旋轉沒有判斷清楚喔 這感覺才 假現在在一開始是還在適應當中 嗯 所以他有幾顆球呢 都用力稍微多了一些 對 旋轉沒有判斷清楚喔 10比4 嗯 好球 這球 朱斯赫到前台來做突擊喔 那所以雙方呢 在第一局 對上呢 是歐洲聯隊 克羅來西亞的Gasina 不過雙方呢 在剛才的第一局 落差有點大 朱斯赫11比4 在整體 對球的運轉 對球的旋轉部分呢 Gasina 還不是 掌握得比較好 對 這個朱斯赫進入狀況比較快喔 哇好球 剛剛是衝擊的狀況 不過被朱斯赫救回來喔 哇 夾轉 結果在第二局呢 還是由朱斯赫拿到的第一分 發長球 還是被擋回去 沒錯 他要來做個突擊喔 還是沒有效果 那提到小球選手呢 在養成的構成當中 是比較起來 相對的辛苦喔 對 比較不好的培養喔 好球 這個刻意拉得端 嗯 旋轉相當的強烈喔 那對一些選手來說呢 這個個性你要挑過 畢竟你是要一直挨打 他比較有耐心喔 是 哇 好球 又是在防守的狀況之下呢 做出了一個反擊 對 反拉喔 側身反拉 這個球弧線高了喔 畢竟朱斯要在第二點喔 這邊趕快止血喔 趕快拿回一分 好 剛才第一點的比賽呢 雖然黃正廷他的世界排名比較高喔 對 不過這個狀況有差 擋球 可以掉了一個擋球 哇 現在還有 哇 結果賈希亞拉拉直線 終於是突破了豬斯和他的防守 剛才前面到底守得多好 對 哇 這球真的守得相當精彩喔 不論是衝中路喔 是兩大腳 朱斯和都能有辦法 有效的喔 銷毀台內 哇 這個球又是極了 好 現在賈希亞拉他搶攻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了 我還是要設法來掌握住對方球的旋轉 4比2 在第二局呢 依舊是朱斯和取得領先 好 那提到在銷球型的選手部分呢 Jace奧運 對許多觀眾來說 印象比較深刻的應該是在女子單打的北韓選手 金宋依 對 也是黑馬喔 是 之前的其實公開賽也很少看到這個金宋依有出來比賽的這個紀錄喔 來自欣欣的這位選手 對 所以 相當的厲害 一出來喔 能夠 滿適應其他選手其他國家的球路喔 這對於這個比 桌球來說其實是滿不 滿少見的喔 好 而且他這個不只有 在銷球的比重的比較多 他在進攻的部分變化也非常多喔 4比4 4比4 加賺 哇 這個球真的相當的賺 你看到一道的這個檯面有立刻加速的往下墜喔 哇 基本上是沒有跳起來的 然後反手來做個變線突擊 好 所以在這場比賽這場對決呢 整體的局面場面呢是控制在朱士賀的身上 對 他在第二局呢又是取得了6比4的領先 哇 這邊是一個機會但是要搶攻失敗 6比5 目前的朱士賀還是領先 加賺 加賺 有時候這個發力的掌握時機喔 一定要判斷清楚一點 哇 這一下終於 加星拉拿到了第6分 也把場上的站準呢是打成平手 加星拉拿到了 加星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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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碰到消球型的選手呢 你到了比賽後半段會越來越難打 因為他對你的掌握度會更高 對 而且隨著本身體力這個下滑喔 對於球的判斷或者是發力都會有影響 加賺 好球 但是碰到這種消球選手在中國來說 好像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因為畢竟他們的人才故事比較大一點 所以 基本上都會有蠻頂尖的消球選手來陪練 來對練 沒錯 各式各樣的這個消球手都有 各式各樣 對 因為這個有的是用短顆粒消 有時候用長顆粒消 所帶來的這個變化不太一樣 類型很多 哇 這個扣殺失敗喔 哇 自己打飛掉了 不過這個 這個賈西娜這個球是掌握到了不轉的球 只是在拍面上最後沒有收住喔 假轉 嗯 再來一個 現在感覺賈西娜他打起來越來越沮喪 這場比賽呢他有做了一些比較多的嘗試 但是在拉回去的質量都稍微差了一些 8比7 回白 哇 連打兩板 9比7了 也是這個消球轉進攻 好球 兩大腳 不過這球又讓朱士賀有站回來站位的這個機會了喔 好球 好球 中路 不斷的在調動朱士賀喔 哇 好球 哇 後面這一球呢 終於是逮到的機會 好球 在前面要拚了 真的要非常有耐心 那賈西娜明天手還舉得起來嗎 那明天還有比賽喔 對 不是 五局的應該還可以 還可以 這五局三勝的喔 就是往中路 哇 好球 哇 這個球 腳步 這個朱士賀想要迎錢來做個突擊喔 但沒想到這個球 賈西娜還是有掌握到旋轉 有判斷清楚了 好 現在是有抓到在正手還攻擊的感覺 雙方在第一局的差距有點多 不過在進入到第二局呢 賈西娜是把比分 咬得相當的接近 這球 發球突襲 又是一個長球的突襲喔 他注射了呢 是帶度拿到game point 10比9 哇 原本以為是有機會的一顆球 但現在在第二局呢 還是由朱士賀拿下來11的領先 剛才的第二局呢 算是比較辛苦 不過最後 他還是連續拿到的分數 以11比9呢 再下一成 也讓朱士賀率先取得了聽牌的優勢 那很明顯 賈西娜對球的旋轉呢 在剛才的第二局後半段 有掌握的比較好 對 慢慢的越來越好喔 對 不管是賺的不賺的 都已經能夠掌握到朱士賀所回擊的 這個旋轉了 那可能就是 在耐心的部分呢 要再多一點 對 關鍵球 在下這個 最後的這個衝擊的時候 的角度喔 沒有掌握好 是 那感覺他就是想要一板把對方給打掉 對 那這樣的情況呢 正好 最對朱士賀的位 對 一般消球的選手最喜歡這樣 你發力喔 那我越消越轉喔 讓你越來越難拉 哇 又是 好像沒有擦邊 沒有 所以在現在的第三局呢 是打成了3比0 加轉 嗯 這球 拉到的位置比較短 讓 這個朱士賀 比較難調整腳步了 加轉 加轉 哇 已經基本上тоб道蓋了白線了 吼吼 吼吼 好 再看一下 剛才的這一球 好、球 有 玩法 開 哇所以現在進入到第三局呢是越拉越開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賈希娜是叫出了一次的暫停 所以這個 剛開局就被拉開喔 情況不是太好的情況下 賈希娜趕快 這時候要調整一下 整個擊球的拍面喔以及跟擊球的判斷 因為在剛才的第二局呢好不容易有 有一些感覺 但是到了第三局又跑掉了 沒錯又馬上被拉開喔 那這是呢在這個這一次 歐亞明星對抗賽的第二場比賽 在待會的第三點呢則是由中國的凡震東 要來對上的葡萄爾的阿波羅尼亞 那另外 莊之淵呢則是要來對上的白歐斯特老將薩姆索諾夫 又是一個經典對決喔 而且對莊之淵以及薩姆索諾夫來說 他們的世界排名呢正好就在前後 非常接近 對戰次數也是相當多囉 太熟悉的對手了 是 對手了 發球直接得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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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第三局呢6比2 加转 哇这个球弹跳 越差越多了 就在后面的注射的反应也非常快 没错赶快往前赢钱补上 最后一刻想要来做一些改变 但是贾西安娜的这一招还是没成功 越打越泄气了 基本上这个已经都被朱斯赫掌握住了 还是 好球 现在越打越急了 那现在注射呢也拿到了在这场比赛的match point 好球 反手发力哦 10比 4 他比数呢是来到了10比4 哇 又是擦边 最后连运气呢都是在朱斯赫这边 所以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第一局还有第三局都是打错了